香港教育大學早前揭發一名內地生上載虛假的瓦斯考試成績單 去報考這間學校的碩士課程 教育大學向考試機構核實成績時發現成績不符 而這名內地生在星期一判以企圖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罪名成立 判監三個月 涉案的內地生姓張,23歲,持有學士學歷 他今年4月申請較大的運動教育及管理社會科學碩士課程 他成功通過網上面試並獲得有條件取錄 被告在教育大學的課程申請網頁上 上載了一張有關自己的英文水平公開考試成績報告 教育大學期後向有關考試機構核實成績報告單上的分數 發現與被告真實考學的成績不吻合 下方發現將同學真實成績與獲取錄的要求相差一分 懷疑有人提交假學歷 警方調查發現有關的成績單曾用修圖軟件修改過 警方強調對於利用虛假學歷申請入讀大學表示零容忍 嚴重者不但面臨開除學籍,甚至會坐牢 請進去看看 請進去看看 請進去看看